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咱什么时候回姥姥家呀 亮亮 妈妈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 今天 今天妈妈失业了 失业了 也就是说你没工作了 咱们就没钱了 没工作了也没钱了 而且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咱们家的经济都会不宽裕 亮亮 妈妈告诉你是觉得你长大了 你应该知道这些事 所以 今天咱们没办法回云南看姥姥姥爷了 不过妈妈在努力想办法找工作 努力赚钱 我答应你明年一定回家好不好 好 那我们现在给姥姥姥爷打个电话 我们告诉他今天不回去了 行吗 没问题 那你可别在电话里面说 妈妈失业的事 没问题 妈 我知道您是怕姥姥他们担心 我不会说的 姥姥家 嗯 疼了 喂 妈是我 叶红 你跟我爸挺好的吧 那就好 我 我们挺好的都挺好的 你放心吧 你稍等一下 亮亮跟你说 喂 姥姥 喂 姥姥 今天我们回不去了 您说什么 啊 行 没问题 我会照顾好我妈的 我现在已经是男子汉了 哎呦 天呐 你说你的衣服啊 不是灰的就是黑的 一件鲜亮的都没有 我是个律师 穿那么花质招展呢 现在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让你去订两套礼服 你就是不听我的吗 你说那订婚怎么穿哪 啊 啊 你要觉得没合适的 我就甭去了 你敢 出什么要额子呀 我那女儿终于要出嫁了 晚是晚了点 不过能嫁到这么好一个丈夫啊 我心里特高兴 你说吧 人家当妈的五六十岁 就看着女儿出嫁了 我倒好 都盼到七老八十的了 才盼到这一天 我能不兴奋吗 你啊 别看你四十了 什么也不懂 尤其是怎么做儿媳妇 这可是一门大学问啊 你可得好好学啊 将来啊 夫妻关系再好 你不把婆婆伺候好了 也没用 我可告诉你啊 自古以来 婆媳是天敌 说得这么恐怖 那婚别定了 你敢 不过呀 你还挺运气的 好人他妈是个好婆婆 算你夫妻 好 我儿子啊 帅极了 都四个多了 还帅什么帅 母亲永远觉得自己的儿子好 这你就不懂了吧 来 坐下 来 坐下 坐下 儿子啊 妈妈就盼着明天早点到啊 去年我在动手术的时候 我就向上帝祈祷过 我 我不求再给我十年的生病 我只求 让我看到我儿子结婚的那一天 就那一天 我两腿一蹬我都认了 妈 只要让我看到我儿子 找到一个好女人 妈 你怎么又说这些啊 你看 我明天就订婚了 您的身体状况也不错 这不都挺好吗 是 是 妈 你行了 行了 你也别太兴奋了 休息一会儿 别人出去了 明天 还是要来了 虽然说订婚是演给两位老人家看的 可我还是觉得很对不住你 你千万别这么想 说实话 这两天 看见他们俩那么高兴 我这心里头啊 还真的是觉得 咱们演这场戏值了 这也算是 咱们曾一种尽老方式吧 不过这也就是哄他们一时高兴 等订完婚 我尽快劝我妈回美国去 你放心 不会过多地打扰你 你看你说的 你看你说的 千万别这么说啊 什么叫打扰啊 再说了 这里头我妈也没少掺和 对了 我看你这两天好像有什么新事 是不是被我们给烦的 没有 你多心了 我真没什么事 干什么呢这孩子 小林啊 快点啊 晚了人家位置不留了啊 马上 阿姨 你也别着急 反正思思他们已经去了 酒店不会取消预定的 咱不在这几分钟了 她就是慢哪 不知道磨叽什么呢 别着急 没事来得及来得及 好 DNA检查结果出来了 她们是亲生妇女 小林啊 快点啊 妈 那个 阿姨 我跟好人有点事 你们再等会儿好吧 你进来我跟你说点事 别着急啊 孩子气 搞什么关于她 怎么了 什么事啊 你还记不记得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查到李婉那消息了吗 你不是说她结婚了 还有个孩子 我一直觉得这事挺蹊跷的 因为那个孩子 根本就不跟她父亲姓 她个李婉姓李 叫李雪 所以 我就瞒着你 去找了李婉 然后呢 我去了以后 我才知道 李婉跟那丈夫 今后一年以后 就离婚了 而且 那个孩子 根本就不是那个前夫的 所以 我怀疑那孩子是你的 我就瞒着你 也瞒着李婉 弄到了你的头发 还有 还有李雪的头发 找我一个做法医的朋友 去做了亲子鉴定 刚才收到她一段信 结果出来了 那孩子是你的 你跟我开玩笑 我知道你不愿意跟我订婚 可是我都已经答案你来支持 我是做一场戏而已 你何必 何必要变这么离谱的谎言来骗我 我有必要吗 我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的 不许你自己看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可以看 一个女孩 我见过她 十七了 那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你说这俩怎么回事啊 我说你们俩快点 行不行啊 好人 快点走啊 订婚啊 耽误的时间是不吉利的 妈 这婚 今天订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 你 你 你 阿姨 阿姨 老秦倩 妈 老秦倩 你怎么了 阿姨 阿姨 老秦倩 妈 老秦倩你怎么了 你母亲 你母亲因为化疗的颜言身体虚弱 再加上她心脏不好 需要留言观察治疗 不过还好你们送来得及时 不软的话可能中风 麻烦就大了 谢谢 谢谢 你看看你们俩 你妈 唱到哪出啊 差点把你妈害死 对不起阿姨 这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好 你不是对不起我 你是对不起你妈 是 小灵 你先陪阿姨回去吧 这儿有我就行了 好 妈 走吧 回家吧 走吧 出这么大事啊 行 你们在酒吧等我 我马上来 何晶 我到酒吧去一趟 那个杜小林亮说她取消订婚了 说不清楚 林亮在外面玩呢 等她回来你帮我看着点 好好好 慢着坐 别着急 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老人吧 看看能不能帮上小灵什么忙 别去了吧 现在小灵她妈妈正在气头上 去了帮不上什么忙 那境天乱了 那做着刚好啊 咱们啊 现在出面做什么事情 都不合适啊 再等等吧 再看看小灵以后的态度是什么样 我姑也是这么想的 她刚跟我奶奶从医院出来 估计现在已经到家了 咱们还是让她自己先处理吧 看来一场新的战争 是要打响了 怎么这么复杂啊 真乱啊 不管怎么说 姐灵还需戏灵人 这一切事情不都引好人引起的吗 她突然知道自己有个女儿 估计自己也乱了吧 懵了呗 看呗 看看她的态度 真的替小灵担心 这么复杂 怕她处理不好 哎哟 哎哟 你给我站住 当着人的面我不好问你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我说你这两天怎么那么老实呢 没见你那么老实过 妈 今儿这事真的不赖我 什么不赖你啊 不赖你赖谁啊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跟好人说了些什么了 她决定取消订婚礼了 您先别生气行不行 听我跟您说 有今天那好人突然知道 自己有一个女儿 才取消订婚的 什么女儿啊 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 这事我已经查了很长时间了 好人自己都不知道 17年以前 阿姨为了让好人跟自己回美国 愣是拆散了当时好人跟她的女朋友 她的同伴同学李婉 而且他们谁也不知道的是 其实李婉当时已经怀孕了 孩子的父亲就是好人 这是你设的局吧 你就是不想自己结婚 你搞什么鬼啊 我设什么局啊 我有那么坏吗 哎呀妈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就那天我回家 我就是为了取证 我拿了好人的头发样本 还有那女孩的 找我一个做法医的朋友做检测 今天中午刚出的结果 他们俩就是妇女 而且这李婉到现在 还在还是孤身一人呢 可爱的 我这一辈子就是成名了 哎哟 妈 我容易吗 我飘远过海 听你带回了那么好的丈夫 请她祷告 拱手让给了别人了 对了 好人出了这么大的事 先不能让她妈知道 要不然 会要她的命的 您放心吧 反正我不会说的 好人她也应该明白她不会说的 不行不行啊 好人现在心如乱麻 你说她妈 刚才要是不晕过去的话 她肯定把所有的事 全都说出来了 那还了得呀 那得出人命呢 你赶紧上医院盯着她点 用不着吧 快去吧 好好好 我现在去 爱婉的手段 阿余怎么样 晚晚醒了一会儿 你这哭也不理我 后来又睡着了 那 你跟她说了 李婉母女的事了吗 中午没说就晕倒了 现在哪敢说啊 医生说了 不能让她再受刺激 你妈呢 她知道了 她什么态度 比我想象她强多了 不过她知道这事 我想以后 不会再强迫咱们俩了 对不起啊 我背着你查李婉的事 别这么说 多亏了你 要不然到现在我还不知道 我欠他们太多 我得去找他们 可是你妈妈要知道这事 她能受得了吗 先瞒着吧 她也不能瞒一辈子呀 过来这事再说呗 好人 好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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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小玲 来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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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不怪好人 是我的错 是我一听您说呀 要想让我去美国 我就有点发怵了 我妈刚才说我了 我跟好人们俩约好了 等您出院以后 我们就订婚 是真的 真的 您好好养病吧 好 师傅 我就这儿 怎么了 叶子大卫 你不说帮我找工作 我们跑这儿来干嘛了呀 师傅 您没看白天这儿啊 朦朦清清 乱七八糟的 到了晚上 我可以说 这是全北京市 最热闹的历史 什么意思 跟这儿摆摊来说怎么着 对呀 师傅 我告诉你啊 在这儿练摊 比咱开出风车 挣得可多了 那你那意思卖点什么能赚钱啊 不是 多了 什么 十字秀啊 工艺品啊 反正就这 这七八糟东西呗 十字秀 工艺品 对对对 我教过你说怎么着 不是 我会吗我 哎呀 你怎么死心眼啊 你呀 只负责卖 至于那个什么进货渠道嘛 咱们来去跑呗 所以我跟你说朱子卫 你出那主意都跟白达一样 跟没说没什么区别 我上哪儿进货去 我上哪儿进货啊 哎呀 你说你 不是 这么好个地段啊 不参与啊 可惜了的呀 我以前 在织毛线 我还织过手套 织过袜子 转过外筷呢 大不了我把手一捡起来呗 喂 你别说叶洪好像跟我说过 他会做点这个什么 小工艺品物的 叶洪 行啊 你怎么这点回来了 被超市辞了 不是 不是 什么就辞了 我跟他上来了 上来了 谁呀 你怎么来了 小婉 你别急 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不想听 我已经知道了 李雪是我们的女儿 不是 她不是你的女儿 不是 李婉 你别这么激动 你也不用否认 好 这是欢迎报告 很抱歉 没经过你的同意 我就提起了他们父女俩的头发样本 去做了DNA间谍 他们俩的确是亲人父女 小婉 我真的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我不想听 我不会让你抢走我的女儿 不可能让你抢走我的女儿 她不是是我的 出去 不过我出去 出去 送你我出去 跟我说 我不是要抢走你的女儿 我要见李雪 我要见我们的女儿 今天只要能看一眼李雪 我就满足了 但是有一点啊 你千万不能一时冲动 你就上去认她 你想不想过 你要是这么做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你看你十七年 她突然冒出这么一女儿 你现在都缓不过劲了 别说她了 一小女孩 突然来了一个人说 是她的亲人父亲 她会怎么想啊 她接受不了的 我知道 好 李雪 那就是李雪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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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过 我看你了 你不想过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不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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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不想过 心里好像有块大石头压着 闯不上气 按他的年龄 我出国的时候 李婉就应该已经怀孕了 可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因为他太爱你了 这李婉能够把孩子生下来 不告诉你 是因为怕耽误你的前程 怕你因为孩子的事 就不去美国了 可是他呢 又太舍不得你了 所以 就自己把孩子给生下来了 你怎么明白这些啊 因为我们都是女人 而且 可能因为这么多年 打了太多这样的官司了 所以 像李婉这样的女人 我了解 可是现在我都已经知道了 我知道我有个女儿 她为什么还要拒我于千里之外 现在李婉 我想他最忌计计的 我想他最忌计的 应该是怕你把孩子给夺走了 好吧 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头 你们全家 尤其是你妈妈 是拒绝他的 这十七年以来 虽然他对你的感情没有变 可是他未必相信你对他的感情没有变 所以 他怕失去孩子 我怎么会抢走啊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后半辈子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再也不分开 可是要让他明白这个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是我这些年在美国写的日记 我本来想亲手交给他 可现在看起来 很难做到 我希望 你能替我转交给他 我这十七年的思念都在里边 我希望他看完以后 能改变想法 你放心吧 我明天就去找他 我一定把这个交给他 谢谢 没关系 没关系 有合适的机会 您再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谢谢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了 这不都是我原来 在转外筷的时候干的活吗 后来我去超市上班了 原来那些老客户 人家都有新的供货商 这做挺好的 还行吗 行 这还不行 我行吗 行 你接着 我给你躺垫 叶红啊 有个事我还想跟你念叨念叨呢 你说 这两天呢 跟那朱特卫我还在那聊呢 就离这儿不远 有夜市你知道吗 嗯 知道啊 生意特别好 你这东西做得挺好的 求人干嘛呀 咱自个儿卖去不就完了吗 我练他啊我 我行吗 你不行我行吗 李昂啊 你跟家生产 我出门销售 虽然只有俩人 也算一条流水线 什么都不耽误 反正我也没事干 你呢 又不耽误找工作 要不耽误带孩子 咱俩一块儿携手合作 共奔交告 我真这么想的 那你要真愿意帮我 那我就试试 好啊 那说好了 要是我赚的钱再安一半 你家里这什么都没干呢 上来先谈利益分配 太早了 即便要是分 也是 你七年我三 我就是一奥 我什么都没干 不好 音音一半 你要不听我的 我就不去了 什么都没学会 先把这都学会了 行 先这么说上 到时候再说 好 你说说这俩孩子 真是的 老妹子 你就别怪两个孩子了 晓菱有心结 我能理解 他们不是已经答应 等我出了院以后 就不办结婚一事吗 这就算好事多磨 行了老姐姐 什么也别想了 好好养病 阿姨 儿子来看你来了 怎么样 挺好 好人来了 我就走了 让儿子陪你 你回去休息 好好的 走了 阿姨 我送了你 不用了不用了 阿姨 订婚的事 真是对不起 行了别说了 晓菱都告诉我了 我说你 你呀 我知道 现在这种情况 让你跟晓菱结婚也不见识 可是你妈还抱着希望呢 这工作得慢慢做 不管怎么决定 谁也不能伤害了 阿姨 你 谢谢您怎么理解我 行了 回去吧 陪你妈去吧 我走了 你慢走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非要把我女儿抢走才罢休 是不是你 杜律师 另外 你听我跟你说 我今天来没别的 就想跟你说两件事情 给你一样东西 说完我该说的话 我立刻就走 那有什么话你快说吧 第一 你一定要相信 好人不是来抢走你的孩子的 她只是想对你们母女 尽他应尽的责任 那天 从你这儿走以后 好人也见到李雪了 但是她并没有去认的 她跟你一样爱着这个孩子 而且 她永远不会因为爱这个孩子 而做出伤害你的事 李二 这十七年以来 好人从来没有忘记过你 她这次回来就是来找你的 她妈妈现在躺在医院里 刚开始 她以为你结婚了 所以不想来打扰你 后来知道你离婚以后 她才来找你的 这个 是好人十七年来写的日记 我想 你可以在这本日记里头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好了 我该说的 你得说了 就不打扰了 再见 喂 怎么样 你给她了吗 她怎么说啊 她没说什么 但是该说的道理 我都跟她说了 唉 我想给她几天时间 让她冷静冷静吧 她怎么说啊 但愿吧 阿姨怎么样 挺好的 应该正睡觉呢 这两天情绪又转好了 天天嚷嚷着要出院 估计又是催着咱们订婚呢 现在两边全是问题 一个也解决不了 你别着急 一个一个解决呗 那好吧 那就这样啊 再见 是 怎么回事啊 就咱们这儿没人 是不是我织的东西不行了 为什么啊 闷住了 什么闷住了 你得吆喝 不吆喝不行 这年头 酒香像得也不能生露 看啥 都过来瞧瞧 都过来瞧瞧 您看看什么叫维帛 什么叫手套 纯手中制作 才叫维帛 才叫手套 负买了终生后悔 这样挺好的 买回去全家温暖 真的 这年头是什么 三十块钱 都是三十 手中制作 三十块钱一条 是手机的 小姐您来这粉红的 我跟你说您带这好看 真的真的 您没人试 没人试 手机的 手工的 来 多过来瞧瞧 三十块钱三十块钱 大舍卖了 您要不买 别人买不来了 买一条给你朋友 没问题 我跟你说 你可以可以 三十块钱行了 你看这 这 来来来 抱抱 眼神不行 你看这个 这成不成这个 绝对成了这个 您就回家乐去吧 您 您看这 您看我戴上这 多好啊 这 1993年 七月三日 今天是我来到美国的 第二十天 工作已经找到了 可是心情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这二十天来 我无时无刻地 不想着离晚 想着我们分开的那一晚 她看我的最后一眼 我后悔我的懦弱 如果能够让我回到那一天 我多希望抛下一切 留下来 陪着她 2001年 三月二十日 今天 手下的一个员工 做爸爸 我突然特别伤感 如果我和李婉当时 也能有一个孩子 那该多好 如果我没有孩子的话 妈妈是不是 就不会再反对我们的事了呢 2007年 三月二十四日 今天 是李婉的生日 多少年过去了 我还记得曾经 陪她度过的三次生日 很多事情和人 都已经在我脑海中模糊了 可只有她 一闭上眼睛 我的面前都是她 妈 你怎么了 没什么 那是什么呀 一本笔记本